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fit 自己的尊貴 大家平安 我们又到了安息圣日 感谢主大家能够放下世上的工作 来这里享受神的安息 我们在安息圣日 我们来读一些神的话语 我们先来看启示录 二十二章十三节 这里主耶稣自己介绍自己 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奥美加 这是第一组 第二组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第二组耶稣说我是首先的 我是,我们常常说我是谁 我是若用职业讲 我是公务人员 我是老师 我是什么 那讲到你的身份 你说我是妈妈 所以耶稣是什么 当我们小时他是神 他是救主 但是耶稣说我是起初的 就是首先的 英文就是说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the beginning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用这个来理解创世纪 所以我们今天整天就要来讲创世跟赐福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最先一个字 如果在英文是三个字 在,在哪里 在就是在一个地方 或是在一个时间 在什么 如果在这里来讲的话 在什么之内 叫做in 那这个 the beginning呢 如果用起初来思考的话 就是在耶稣里 因为耶稣是 中文把它翻成起初 是把它用时间来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起初我们 那个时间是在创造之后才有的 没有神没有创造之前 神是灵 在灵界里面是超越过时间的 那时间是神创造的 所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只有神 那神是什么呢 神是灵 那神是什么 就是那个 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所讲的 就是 我是 我是 如果用中文来讲 祂是自由 拥有 所以在创造之前 神还没有创造时间 就是好像说 在创造之前 没有人一样 那有什么 有神 有基督 耶稣那时候也存在着 好 那我们再重新再来思考 创造 其实最先开始只有耶稣 基督 那这个整个的宇宙 整个的所有万路 是在基督里创造的 因为耶稣是灵啊 我们再想一下 灵界不是在物质界之上的一个层面 因为我们人的那个思考 我们的存在是被局限的 照圣经来看 是在基督里 在灵里 然后呢 有创造 如果你用化的 我们一般来想说 这是物质界 这是灵界 好像物质界过了之后 就到灵界 其实是 在灵界 没有办法画了 也没有办法比了 但是只能这样子 在这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宇宙在这里 所以在基督里 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 念英文就很清楚 我们念一下 在基督里 神怎么样 创造了 天 应该是罗英文 是复述 Heavens 就是诸天 还有这个地 所以天有几层 所以这个诸天也是在基督里 其实我们 你也可以感触到 你在物质的身体里面 你也可以感觉到有灵界存在 当你祷告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 在我们这一宗教会 最能够明显感觉到的是 你得圣灵的时候 当然我们每次都说 圣灵从上来 是对的 但是 其实照灵界来讲 圣灵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在灵里面 在灵里面 其实圣灵就是神圣的灵 进入到灵里面 所以每个人得圣灵的时候 都有很大的感触 那渐渐你就是习惯了 除非你是 很保持得圣灵那个时候的祷告 或是你更加深入去祷告 你真的会体验到真的 在祷告里面进入到灵界里面 要不然就是 你那个 像保罗一样 进到灵界里面 那个看异象 那保罗 那个天有多高啊 天有几层啊 至少有三层啊 不然保罗说 他上到第三层天 那是不是 三层而已 我也不知道 因为 但是圣经说 诸天 至少三层以上啊 那其实到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弗所述 以弗所述第一章 第十节 创造是为了什么 神是照着祂的旨意来创造 可能有很多的 祂的旨意啊 祂的目的 但是呢 对我们来讲 唯一很重要的就是救赎 那以弗所述 从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 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 一个整个救赎的一个过程的 一个描述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3 to 14 is a really short recording about all of salvation 那这个 这个救赎的这个过程 这个计划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第四节我们看 是在创立世界以前 已经在基督里 简显了我们 创世以前没有天也没有地 也没有你也没有我 但是神已经计划好了 那在基督里就创造了 那创造之后 我们来看第十节 经过了救赎 就是从亚当开始 一直到最后一个得救的人 这个全部合起来 就是神的大家 大家庭 那到我们看第十节 那个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这是神 神有祂整个救赎的计划 然后到一个时候满足了 满足就是 最后一个信主耶稣的人 从圣经我们知道 恩典的门有一天会关了 什么时候关了 可能你还记得从小的时候 那个祖母就讲了 那个世界末日快到了 赶快花起热心 我妈妈也讲说 不要贪爱世界 世界快末了 我的妈妈 我的祖母都回天家了 现在轮到我了 我也跟我的孩子们讲 不要贪爱世界 世界快 末日快到了 当然这是勉励 你不要听了说 世界快末日了 你就不读书 不做事 那就错了 针对这个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记在心里 为这件事情祷告 为这件事情奉献 什么事呢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十四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 这是特别的 如果讲福音 老早就全世界人知道的 已经膨胀到 不再膨胀 反而现在在受水了 但是这个福音就是 耶稣的 那个 救人的福音 使徒时代 还有现在正义书教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正义书教会是 末后的 那个 属灵的 唯一的得救的教会 那在正义书教会 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外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末期来到不等于说 明天就世界末之了 末期之后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之后 还有这个是第三期 到后面还有四期 但是会很快 因为从第九节开始 二十四章九节 有一个词啊 就是那时 应该英文是then 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那到了第三个 就是正书教会的福音 要传遍世界 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啊 这也是你的功课 当然也是我的功课 所以大家努力 那 一定是这样子 圣义书教会要传遍世界 末期才来 如果现在主义书来了 现在 我会说 主啊 回去啊 都啊 你讲的话都还没成就 你怎么 耶稣说 不是啦 我来看看你们机会 你们有没有打瞌睡 来祝福 那个放下一切 来守安息日的人啊 不是要世界末日啦 所以 无论世界再怎么动荡 如果明天第三次世界大战 真的打啦 核子弹真的乱打啦 那个人家说地球会爆炸啦 安心世界还不会末日 除非等一下聚会完之后 每个人 你们都出去传福音 然后呢 一下子神机 然后呢 全世界都信啦 那就真的 明天主义书就来了 但是福音传遍世界 不是说 用广播的 或是用email的 就是传也就是有人信 要去洗礼 要去建立教会 但是感谢神了 这几年 我们真意书教会 我们不是说讲人数 就是我们传到的国家 现在差不多一年或一年半 不会超过两年 就一个新的国家 这二十年来比以前增长的快要多很多啦 我没有把它计算 但是是以前七十 我们宣教七十年的时候才要四十几个 现在应该超过七十几个 现在应该超过七十几个啦 一国家啦 好 所以日期满足 就是世界末日 就是救恩结束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使天上 诸天 地上 我们来开始 对不起 一部首说一章十节 请你念一次 在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一 我们再回到创造 创造是从五 在基督里 创造就是从五到有 有什么呢 有这个整个的宇宙 有地球 那到最后呢 日期满足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彼得受感动所讲的话 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 我们看第三章 在第三章 如果从第八节开始就知道 有一天 主耶稣要来 第十节 耶稣自己讲的一样 彼得讲的一样 主的日子要向贼来一样 那一天呢 天必有大响声 这个天地会废去 但是是一个非常大的响声 有形子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那这一切 如果我们看第十二节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子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到最后呢 这整个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能量就收回了 从启示录来讲 我们来看启示录 对不起 我们先把这个彼得后书看完 第十三节 三章十三节 那这个时候呢 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一居在其中 有一个新的天 新的地 然后呢 里面是什么 义 神就在那里 能在那里的人是被救赎的 有义的 被称义 行义 在基督里面的义人 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 只有义啦 因为已经 神在里面 自然就有爱 在那个时候 没有说同情一下 然后就进去的 那我们来看启示录第21章 启示录20章 最后这是讲世界末了的情况 我们来看十三节是讲所有的人要复活起来受审判 受审判是以公义的 就是在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以眼还眼 以亚还亚 在审判里面没有什么联名的 照你所行的审判 照你所行的审判 但是 我们还活着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悔改 求主联名 现在是恩典 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 因为祂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其实我们是最幸福的 每天都可以重新开始 怕的你是头太硬或是头太大 转不过来 即使主耶稣是慈爱的 但是到审判的时候 这个恩典门关 你在说主啊 怜悯我没有怜悯已经过去了 这个审判你还求怜悯 没有什么好怜悯的 所以这是审判 十三节最后是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这个时候呢十四节啊 死亡 阴间 都丢在火壶里面 所以火壶里面很多东西啊 最先是假先知跟兽去的地方 还有兽 再来就是撒旦 魔鬼啊 再来呢就是死亡跟阴间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死亡也没有阴间啊 也放进去 那最后呢 第十五节啊 你的名字如果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 也被扔进去 名字要记载在生命册 名字要记载在生命册 第一步一定要信耶稣 要受洗 再归入基督 所有没有在 以现在来讲 没有在正义书教会受洗的人 都是属于火壶的分 我说自从有正义书教会之后 这个时段 在使徒时代 当然没有这一书教会啊 你在使徒时代没有受使徒 他们洗礼的也是一样 这是神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比较有人文思想的 以人为主的想起来 这个 讲不下去啊 但是神就是这样决定 好 那看二十一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就是跟那个 刚刚我们看到的彼得后书三章 那个第十三节 这个新天新地是一样的新天新地 里面有义在里面 不是义人进不去 那义人就是名字记载在生命车上的 好 那接下来说天地已经过去了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也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也就是那个天地都过去了 当然天地过去,海也不见了 整个的从创造到消失 我们正活在这个尾端啊 中间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降生定在十字架第一次来的时候 耶稣来了就开始在当时犹太人的救赎的时代 主耶稣所讲的哦 就是他到以色列家 诗上的羊那里去寻找他们回来 所以使徒时代是他们宣道一定是先去那个犹太会堂 然后呢 之后再有一些外邦人进来 十五行传一直是这样子的 但是已经准备要打开外邦人的宣道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从完全开始的 使徒是但,使徒是完全的,刚开始的 人完全 使徒讲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使徒时代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使徒是人耶 但是他们耶稣训练过三年,圣灵降下 他们承受着就是接续着主耶稣的那个工作 那使徒把根基立上了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使徒也慢慢怎么样,松动 最有名的就是彼得 彼得刚在五星节圣灵降下的时候,多勇敢啊 神借着他冲破就是犹太人宣道的这个番礼啊 就是这个礼巴 他第一个进到外邦人家,还住在他家,来跟他们洗礼 Peter was the first to break the barrier of salvation for the Gentiles 但是等到这个真理已经根基打平了,打稳了 Now when the foundation was laid flat 福音进到外邦人宣道的时代,就是安提亚时代 彼得可能老了 他看到那些奉割里来的犹太人 从耶路上人来 如果当时来讲的话,就是从总部来啊 那是原始的老信徒啊 他就看到了 他就溜了,本来是跟外邦人在吃饭的 他就离开了 然后,安提亚是向外邦宣道的中心 跟他们在一起的巴拉巴 看看不对啊,也跑啦 那在教会当时的犹太,本来就是犹太人也跑啦 你看一个教会 彼得带着,他没有带着他们走啦 他只是自己跑啊,其他人当然就跟着跑嘛 老大走了,干部啊,其他人赶快溜啊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激烈的,很强烈的 要主张外邦人也要割离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是信耶稣的哦,也是基督徒啊 来啦 所以你看使徒时代哦 那个刚开始的人完全啊 道理完全 你看那个使徒行传,越看越衰微啊 我们看使徒行传28章是最后一章啦 就打烊啦 打烊 因为还是有货的,还是有人的,等到隔天再开门 等到隔天再开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使徒行传28章 28节 这个我是不是在这里讲过 大家来英文读一读 你看这个英文的文法有没有错误 把它整句来念一念 有没有何逻辑啊 怎么会有逻辑呢 这个是不逻辑的一句话 你看哦 你们要知道哦 这个救恩 特定的哦 这个已经传给外邦人了 这是 如果用英文来理解的话 这是一个动作 以前的基于过去的一个动作的现在的状态 完成是这个意思的 比如说 这个福音已经传给他们了 对不对 是用 英文是用完成式啦 那到现在 还继续嘛 对不对 但是下面那一句是什么 他们将来 将来是未来是哦 明天后天 一百年 一千年之后 他们 才要听 这两句 逻辑吗 不 你看不逻辑啊 你已经在当药剂师还是 如果你说 我已经药剂师毕业 已经当药剂师了 我将要去读药剂 有没有 人家说你可能头脑有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使徒时代留下 这是保罗讲的话哦 留下一个不合逻辑的话 逻辑是人间平面的思考 在一个层面的思考 比如说 人死了 一定是没有活 不能说我死了 又继续活 这个是 对不对 充足的矛盾 但是这个呢 是 若你把它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耶稣说 让死人 这个死人呢 是什么 灵命的死人 灵命的死人 还会吃饭 还会走路 还会开车子 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这个死人就是 不能开车子 不能吃饭 不能呼吸的人啊 所以耶稣说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是不矛盾的 是两个层面的 那这个呢 这个福音已经传给外邦人了 这是两个阶段的 一个就是使徒时代 已经传给他们了 但是呢 这些外邦人 他们以后 会听 因为外邦人在使徒时代是附带进去的 主耶稣讲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前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底传分 是有阶段性的 使徒时代有没有完成 没有啊 如果完成的话 主耶稣老早来了 所以我们这一书教会出现 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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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我们的账免是 如果英文是在后面中文 应该在前面 就是第三条 就是信真耶稣教会 是耶稣基督 借完语圣灵所设立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完语的时代 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正教会 所以福音要传备世界 那整个的创造就结束了 结束在哪里 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不用怕世界摸着人 也不用怕战争 也不用怕世界动荡 你只要保守在主里啊 你就可以像今天一样享受安息 因为今天是安息日 因为今天是上网日 让我们再来唱诗 Let us sing hymn